上周的WTT新乡冠军赛 在和孙颖莎对抗中完败的陈梦 本周又迎来了澳门冠军赛的征程 前两轮比赛大梦状态不错 轻松淘汰了杜凯勤和石川佳淳两名外协会名将 闯入到了八强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陈梦遭遇到了另外一名日本主力早田希娜 二人对于彼此非常熟悉 过往一共有过五次直接交锋 陈梦保持了全胜的战绩 不过最近两次对决都是熬战五局才艰难获胜 可见他们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作为日本女队八强仅剩的独秒 早田希娜肯定想要走得更远 但陈梦也会为了自己的不败精神努力 在比赛开打之后 陈梦的明显要比上一次对阵时的状态好 虽然也遭到了一定挑战 但还是直落三局 以大比分3比0横扫了早田希娜 首轮比拼 陈梦率先拿到2比0的良好开局 并在后面保持5比2的比分领先 我们能从陈梦在场上的兴奋度当中看出 他对这场比赛做好了充足的困难准备 也是全力争取在发球和接发球环节就打出一些变化和控制力 这也让陈梦在自己的发球轮连续得分 而早田希娜的发球威力 则经常被陈梦用一些小的节奏调整给轻松化解 并进一步拉开分差到8比2和10比3 随着早田希娜的揭发球不过往 11比3 陈梦以非常强的统治力大比分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 占据大比分上的1比0领先 双方的第二局 陈梦开局的心态是越来越稳 进攻主动性也非常强 他开局就拿到了6比1的比分领先 虽然后面被早田希娜连续追分 但中局陈梦依然拥有7比3的领先优势 不过随后早田希娜利用陈梦打的有些保守的机会 也连续用自己的侧切进攻 以及发球后的抢攻破禁双方比分到7比8 陈梦也是主动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 陈梦也是在发球和接发球的控制方面 都打出了一些变化 也取得了10比8的比分领先 随着一个擦边的反思进攻命中 11比8 陈梦又赢下了第二局 占据大比分上的2比0领先 比赛来到第三局的争夺 陈梦开局就用发球抢攻率先拿到第一分 多板相持当中 早田希娜的回球失误 让陈梦拿到2比0的比分领先 不过早田希娜在大比分和小比分都是0比2落后之后 也是开始了发球和接发球直接抢攻和搏杀 努力到双方的争夺向前三板推进 这也让早田希娜把比分追到了2比3 双方的正手多板相持当中 还是陈梦再度依靠近台进攻 占据上风 并拿到4比2的比分领先 在陈梦用一个变节奏的拉球 把分差进一步拉开到5比2之后 早田希娜也是为自己叫了暂停 不过暂停回来 陈梦继续依靠自己的相持能力 把分差拉开到8比2 即使早田希娜换成了高抛发球 但陈梦还是轻松回到早田希娜的空档位置 再加上早田希娜的回摆直接出界式 陈梦10比2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还有全场比赛的赛点 而陈梦的一个发球抢攻得手 让他11比2在下一场拿到第三局比赛胜利的同时 也以3比0的总比分轻取早田希娜 拿到第三个女单四强名额 双方三局的比分是11比3 11比8 11比2 让我们祝贺陈梦闯进半决赛 总结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陈梦而言 这就是他的顶级状态 我们会非常欣喜地说 陈梦的顶级状态回来了 或许之前因为反手技改 让陈梦的正手实力总是遮遮掩掩的话 那么现在陈梦用一场比赛告诉大家 他的顶级状态一直都在 恭喜陈梦 能攻善手的陈梦 是最恐怕的 在陈梦职业生涯第六次击败早田希娜后 成功送日本队提前回家 自己也锁定了一个四强的名额 下一轮大梦的对手将会是孙尹莎和斯佐科斯之间的胜者 从实力来看小魔王 晋级的概率非常大 届时陈梦将再次获得挑战现世界第一的机会 这场比赛 马林鬼心眼挺多 教陈梦主动批下悬来限制早田速度 一解这次战术用对了 陈梦之所以上次在新乡站 被早田希娜打得很狼狈 整个对攻场面上不占优势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 陈梦本身从新加战直通赛以来就没有找到状态 相持一 两板就失误 这根本不是他的正常水平 你状态在低谷 早田又超水平发挥 于是两个人就打得很接近 难解难分了 第二 上次陈梦打早田战术上犯了错误 早田的优势在于进台的速度特别快 陈梦在接发球上主要是采取了拧这个技术 你拧起来之后下旋球变成上旋球 早田希娜用反手来一板板的快抽着你 早田打得非常舒服 这次澳门赛再战 马林这鬼精灵还是心眼子特别多 陈梦这次接发球全部是批长到底线 这个球又低又转势下旋球 早田第一板必须要拉起来才行 直接打回下网的 日本球人反手弹 正手拍 还有两把刷子 但是拉下旋球的能力跟国拼没法比 这个下旋球 把早田的速度给限制住了 早田拉起来之后 陈梦又早等着反拉他了 用下旋球来限制早田希娜前三板的速度 这个是马林给陈梦在澳门战最大的改变 有时候战术真是比实力还重要 之前 60岁的尼夏莲还拿下过王毅迪 要说尼夏莲比王毅迪技术实力高出多少 那不符合事实 尼夏莲主要是通过长焦刻一板 然后控制王毅迪正手短球 不让大力敌反手对轰的实力打出来 借着在前三板上 尼夏莲发挥小快灵的特点 突击上手打一板 把王毅迪整个的攻防节奏都搞乱了 最终 尼夏莲也实现倚若胜强 打早田希娜这种速度搏杀型的 你的球越转 他的速度就越起不来 像昨天韩银销的球 早田希娜的正手拉球 跟莎莎都没法比 马林知道那么多主力都提前出局 这次总算给陈梦出了一次好主意 这个办法 也可以借鉴给莎莎 王毅迪等队友 陈梦今天状态回归后 单局打早田希娜11比2 前三板发球抢攻也好 相持阶段 电线下手也好 陈梦从30岁又重回20岁的感觉 整个脚下的脚步 还像18岁的小姑娘 以这样的状态打莎莎 那莎莎还不领底四败下阵来 本身在主力球员中 莎莎是输陈梦最多的 一姐曾送暴力沙一波五连败 只要陈梦拿出奥运会女单冠军的实力 横扫孙颖沙 王毅迪等人女单夺冠 完全是手到擒来 赛后陈梦在接受采访时说 早田希娜的能力很强 近期的状态也不错 因此自己赛前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 只是没想到如此轻松 就收获了比赛胜利 可见对于陈梦来说 如果她能在赛前对于早田希娜这种 主要对手做好针对性研究 再加上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不再受到伤病困扰 的确能在比赛当中打出更强的统治力 也让我们见证了她依然是世界顶级高手这一事实 期待状态复苏的陈梦能和孙颖莎 在半决赛当中再度相遇 也希望双方共同贡献精彩对决 今天马林终于又亮了一小手 正所谓大赛前压状态 莎莎接连夺冠后反而把状态出早了 而且自己练的一些套路 也被马林陈梦发现了 陈梦这次澳门战不管对阵莎莎输与赢 马林在德班给陈梦留的大招还多着呢 一周之内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打得早田毫无还手之力 这不是陈梦马林在憋大招吗 正所谓兵不厌诈 当年叮咛实力不如刘诗文 却通过崴脚等方式干扰比赛 造成刘诗文火热的击球手赶凉下来 才在进行比赛 陈梦为了德班圆梦大满贯 用一些技术之外的策略 这个也可以理解的 莎莎还是太单纯 太善良 对陈梦马林要多留点心眼 上周对阵早田还被摩擦 这周就打得早田满地找牙 马林的套路还真是深 大家觉得半决赛对决 一解陈梦会不会横扫孙影杀